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人生 最近大家都在谈的问题 应该就是新冠肺炎了 当然在今天的节目中间 我也特别请到了专家 要来带给大家一些 如何防疫的正确观念 赶快欢迎我们家联医疗网的医疗总监 威廉王 王医师 你好 大家好 就像我刚刚节目一开始讲的 其实健康的问题 最近又变成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了 那新冠肺炎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严重 所以新冠这个病毒 COVID-19已经有个取了一个名字 为什么大家都很紧张 第一是一个新的病毒 我们全世界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病毒 可是我们其实 以前是有这种病毒出来 只是有点不太一样 像SARS OK 是类似的 对 类似像SARS 所以大家可能听到说 这个很像SARS 就突然有 恐慌了 对 就想到说 那SARS的时候不是很多人有死掉吗 对对对 所以大家就开始紧张 那这个病毒会不会跟这个以前一模一样 那当然是因为 它也看起来好像感染得蛮快的 对 所以大家说这个会不会从中国到美国或到全世界 全世界 对 其实这种感冒系列这种东西其实也是就是会传来传去 所以依照王医师讲感冒系列 其实它就是像一个流行性感冒的一个传染病 对 OK 但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会比较担心的是因为还没有药可以治 对 对不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到正确的防疫呢 是 所以你讲到最好的就是防疫 对 不管是什么种病毒素 什么种感冒 最重要就是要防疫 怎么练习一些很重要的一些 保健身体的这个工作 对 像第一最重要你猜是什么呢 洗手 OK 洗手 我以为第一是戴口罩 对 对 所以很多人现在抢口罩 对 所以其实不是 其实不需要 第一最重要的是要洗手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洗手有没有特别说要洗什么样的方式 直接洗洗干净就好 还是一定尤其在最近 要很仔细的洗 其实平常我都建议说 如果你能唱自己一个生日快乐歌 OK 差不多20秒左右 那时候是最好的 OK 然后一定要用水跟那个肥皂 肥皂 对 很多人问说 需不需要杀菌肥皂 其实不需要 普通肥皂就好了 最重要就是一定要用水冲 OK 冲最少20秒 如果我在没有水的环境下 我该怎么办 所以没有水的话 第一 第二最好用的就是那个 酒精 酒精那种消毒 可是那个也要看 酒精的那个比率一定要够高 最基本要到多少 60%以上 才会真正杀 杀菌 杀菌的这个功能 所以要注意看一下 有没有60% OK 那有没有必要超过多少 因为酒精太浓也不行 对不对 太浓的话 有时候对皮肤会干 会伤嘛 对啊 会有些人会过敏 不舒服了 所以60% 60%就可以了 好 我们平常常洗手 有没有想说大概 多长的时间内去洗手 也不应该随时都去洗 这样弄得自己也很紧张 也不对 对不对 对 对很好问题 平常就是 如果要吃饭的时候 吃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先洗手 OK 就是最怕什么 就是从手上的脏东西 放到嘴巴里面 所以如果真正要 需要靠近脸的这个动作的话 就建议你需要洗手 OK 吃饭啊 或是刚上完厕所啦 也要洗手 都要洗手 OK 因为最容易传的就是我们手 因为很多人有习惯就是 摸脸啊 揉眼睛啊 OK 揉鼻子啊 虽然没有感冒 可是过敏也会啊 对不对 常常揉鼻子 这个动作就很容易传 其实我们应该就是说 可能从户外回到室内 都应该要稍微洗个手 对 你在户外可能也接触了一些 有风险的环境 因为这个Virus 它是在我们的那个水滴里面 OK 喷嚏啦 咳嗽啦 说话有时候喷出来的话 如果它沾到一个 像桌子上的话 如果你有摸到的话 那就再你吃 像这个Virus 如果真的到了空气中 或者在这个环境中 大概会存活多久 它干的话 它就存久不久了 OK 所以以加州来讲 若安基比较干 所以相对Virus 可以存活的时间 可能就相对比较短 对 所以我们只要勤洗手 可能就可以把这个Virus 给隔离在外了 我们还不知道 就是它这个Virus 对那个温度 有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要 看我们加州 快要天气热了 所以我们就看看 它会不会有点改变 一般来讲 是不是Virus 都比较怕热 对 OK 那以这一次 他们也讲到说 这个Virus 好像不断地变形 可以希望让自己 存活更久 那有没有可能热了之后 等到秋天又再回来 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如果是它怕热的话 它平常就会 越来越少人得到 可是因为你要记得 我们南南南南南 我们刚好夏天的时候 可能别的地方 是冬天 所以因为现在 飞来飞去的话 很容易 从这边带到那边 所以很难说 所以还是要 持续地观察就对了 还是观察 可是最重要还是要 自己保护自己 然后保护我们爱的人 对不对 那你刚刚问说 需不需要抢口罩 对 因为我觉得 我接下来就要问口罩 因为好像口罩变成 大家戴了就觉得 安全也安心了 这个其实不对的 口罩 其实不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 如果自己生病的话 是OK 应该要戴 为什么呢 你咳嗽 常常咳嗽的话 不要传染给比较 比较不会传染 可是也不会说 完全不会 你是看距离 如果你很靠近的话 还是有可能 还是有可能 那戴口罩的时候 你也没有保护到眼睛 没有 对 所以如果 病毒方 不能整个戴个面具 对对对 对对 所以如果碰到眼睛 还是会得到 所以我们 在美国 我们是不建议 真的 我们得到这个 COVID-19号的 距离真的很低 很低 所以 不需要去抢面 这个MASK 不一定要去抢这个口罩 当然这个美国政府 也有要求大家说 可能要储备一些 这个所谓的民生物资 是不是也应该做好 这样子的准备呢 我觉得他们说这个的时候呢 我觉得是 我觉得不需要那么 马上的 马上紧急的去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住在加州 你需要担心地震 比这个 这个还要严重 对不对 那家里有一点水 准备水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 好的设备 应该要做的准备就对了 做准备 可是真的不需要去 Panic 弄得很紧张 这样就对 真的不需要 好 最后问一下 我们怎么样自己可以判断 是不是自己 有可能得到了 新冠肺炎 这样子的感染 所以最重要的问题 是问自己说 第一 自己有没有去飞到 像中国大陆 意大利 或是伊兰 这些地方 或是Korea 这些地方比较 现在比较多人 高风险 对不对 高风险的地方 第一 自己有没有去过 第二 有没有你靠近的人 去过这种地方 OK 或是第三 已经有 你靠近 已经被我们政府 在观察的人 这三个问题 就自己要知道 如果有的话 然后你又发烧 也有感冒的情况 那时候就可以去找 急诊室 应该是到急诊室去 会是最直接又最快的 好 下一集我们就来聊聊 你刚刚讲到的 其实所谓的流行性感冒 可能相对是更严重 也值得大家关注的 对 谢谢 谢谢 谢谢王医师 谢谢